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。那我們來看,我們現在要學這個分身怎麼用 所以我們就來做這一個程式 所以等一下我要做一個程式 就是氣球在這邊下面隨機出現 那出現之後,它的分身就往上飄 飘到世界的尽头之后就要消失 所以我们先把猫删掉 删掉之后呢找一颗气球进来 找一颗气球 我稍微把它缩小一下 然后呢 这个区域 你先把气球移到下面 然后点两下之后 它的那个坐标就会出现在这边 所以这个Y大概在负的172左右 那你要如果要好看一点 180也没关系 然后把它挪出来 这个是它现在的位置 然后呢它如果要出现在下面这边的话 是不是它的高度就是在负180的地方 但是它的坐标 它的X坐标就不一定了 对不对 它如果是正的就会出现在这边 如果是负的就会出现在这边 对 随机没错 所以我如果用一个运算里面的随机的一个数 我把它丢进来X的地方 那它就会在这些这个区域里面去随机的出现 那X的范围呢 最左边 记得吗 240对不对 如果你会忘记的话 这边舞台呢 它其实有一个背景可以用 我们把那个舞台叫出来好了 选择背景这边 最后一个 这个就是它的坐标轴 它的坐标轴 它的坐标轴 好 你就知道这个这个步骤没有一定要 但是这个步骤你可以知道它的范围 所以X是在负的240到240之间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它的层次里面 气球的层次这个就要从负的240到正的240 好 所以我现在让它随机产生 所以当绿琴被点一下的时候 我就让这个气球移到这个地方 好 然后呢 可能等待一点点时间 那这个时间为了 为了让它是随机的 所以我们也让它做一个随机的乱述 好 那从0秒到 比如说到3秒 将会有点久的 0秒到2秒 好 等待一个时间之后 然后 对 外观 一开始要隐藏 然后等待这个时间之后 在这个地方就显示 好 那这个地方呢 只有一次对不对 所以我们如果要重复的话 就要用重复把它包起来 就让它一直做这件事 好 一直做这件事 好 那你看喔 当我按律琴之后 那个球呢 可能在0到2秒之内会产生 有没有 会出现 跳来跳去 在这个地方它跳来跳去 还没 还没 还没往上飙 好 那这个是第一个步骤 你先必须让你的球可以在下方 随机的出现 那等一下呢 如果可以随机出现之后 我们就会利用 产生分身的功能去产生分身 然后让分身往上 好 来这个地方 来各位同学先做一下练习 那么我们刚刚说它会出现之后 我们就让它呢 产生分身 那在这个之前 有一个地方要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这个随机乱数 它如果是0到2 如果你这里面都是整数的话 那它在电脑在挑数字的时候 就会全部挑整数 所以如果你是0到2 那它可能挑的是0 可能挑的是1 可能挑的是2 那可是如果你这里面呢 有小数比如说2.0 那它就可能会挑0.1 1.8 2 2.0之类的 它就会有小数 那这样子就会更随机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可以加点 加个小数点 那它就不会挑 多挑整数 2.0后面不是0要去掉 没有这个 你也可以写1.9 好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用它产生分身 好 产生分身的话呢 是这个地方 Clone Create Clone 自己 所以它要产生自己的分身 所以它在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把显示先拿掉 我产生自己的分身 好 产生自己的分身 然后呢 只要一产生分身 当分身产生的时候 我就会执行这边 这边产生的一个分身 那只要分身产生了之后 它就会开始执行这个积木 好 所以分身产生我就要往上移 对不对 好 我要先显示 好 分身就会显示 然后往上移 移动的方式有很多 对不对 有面向上 然后走底部 对不对 也可以用几秒内滑行到哪里 对不对 然后也可以直接使用 xy坐标做移动 那在这里的case 你的球是要直接往上升 你是不管 不用去动到x坐标 不用动到左右移动 所以你只有上下移动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改变它的y坐标 它就是等于向上移动 好 这样各位了解 那移动的速度 就看你这里的数字来决定 好 那我先用10 先用10 好 那这个是移动一次 那你可以想一下 你如果从画面的最下面移到最上面 这个范围 负180到正的180 这个范围大概是360 对不对 360我要一次移10的话 是不是要移36次 所以我就直接给它重复36次 好 所以它一显示之后 往上移动 移动到最上面之后 就要消失 就消失 那消失的话就是删除这个分身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试试看 有没有 出现就往上飘 飘到上面就消失了 就删除了 有没有看到 好 来各位试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做视讯的部分 要把球打掉 好 所以我们先去开 侦测这边把视讯打开 视讯要设为开 好 那我把它放在 放在那个开始的地方 好 视讯开了之后 我先调整一下镜头 我背后是头到那个白板 好 头到那个白板呢 它比较 等一下 画面比较 画面比较干净 侦测比较准 好 视讯开了之后 我们在这个分身产生的地方 多一个侦测 多一个侦测 什么侦测呢 如果 我们上次有讲过那个 video动作 在这个角色 对不对 那这个角色 如果放在这边的话 就是指这个分身 那动作它会产生 就是视讯 如果说视讯后面的萤幕 有侦测到东西 在这个角色身上 它会有一个变动量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就让它来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视讯的变动量 大于80好了 你等一下自己决定多少 这跟灵敏度有关系 好 所以如果 这个视讯 在这个角色上面的视讯动作 大 变动量大于80 我就让这个气球 删除 就直接删除这个分身 然后同时呢 我加那个声音 啵啵啵的声音 所以音效这边 音效这里 这个就是啵啵啵 没听到 好 老师的声音的线被拔掉了 好 没关系 等一下我再加 这个就是啵啵啵的声音 好 那所以呢 你就在城市里面 在这个地方 再加个声音的播放 好 播放声音 啵 好 然后再删除 然后把这个放在哪里 放在那 每走一次 每走一次 就侦测一次 所以要放在这里面 好 放在这个里面 分开的话 你会侦测到哪一个我不知道 等一下我再看 等一下再看 好 所以现在当我一开始 按那期的时候 球一样往上躺 然后呢 我的 我用我的手出现号 好 我去摸那个气球 它就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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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啵 先删除再放 再放那个声音 这样才不会有那个 荡荡的感觉 好 所以我们再执行一次 好 我的声音 等一下 等一下 因为我在录影 我在录影 所以就把它录完 好 所以你手去碰那个球 就可以把球打掉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视讯打气球的游戏 就这么简单 然后如果你想做一点变化的话 在气球的外观 它每次可用分针产生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一些颜色大小的变化 好 好 那颜色特效也可以用一点变数 0到100 好 那每次出现的颜色就会不一样 好 它有新变色在产生自己 对不对 颜色就不一样了 好 那你也可以加个分数 好 加个分数 那分数一开始当然设为0分 那你打到气球的地方就要去加分 好加分 好 好 那这时候就可以碰碰碰就有分数了 好 那这个 这个游戏就可以做 我们手机上面不是有一个切水果的游戏吗 可以 如果你玩过那个切水果 这就可以 可以这样做 我用筒 好 好 来 快你试试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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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好 好 啊 好